首富真千金沦落到孤儿院的时候 是我家收养了他 爸妈供他读书 为他提供优卧条件 他却转头和小混混谈起了恋爱 被爸妈制止后怀恨在心 后来他被首富接回家后 说爸妈逼着他嫁给我的智障弟弟 首富一怒之下让我家破产 爸妈负债从高楼一月而下 智障弟弟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被真千金开车撞死 我则是被他丢给街头混混侵犯 真千金在我耳边吃笑 哼 还瞧不起混混 他们的女儿这不是被混混轮吗 就这样 我惨死街头 再睁眼 真千金和小混混混的火热 这辈子不弄死他 那我是白重生了 咦 我站在窗户边 冷眼住是院子外角落里 搂搂抱抱的两人 一个是街头混混小黄毛 直高 混社会 收保护费丸女人 一个是我亲手带回家的白眼狼 夏寻寻 前世我看到这一幕担心他会误入歧途 所以和爸妈说了这事 劝他迷途之返 结果他被首富接回家之后 怀恨在心 让爸妈生意破产 跳楼身亡 甚至连智商只有六岁的弟弟都不放过 而我 更是被街头混混 侵犯而死 果然 如当初孤儿院院长所说的那样 站在角落的夏寻寻 看似怯懦又乖巧 实则心思重 我们更是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惨痛代价 这一事 既然我重生了 不弄死他 我是不为人 二 我掏出手机 记录了他们亲吻拥抱的过程 但没想到会有意外之喜 不是单纯的拥抱 而是够合 想过恶心 并没有想到居然会这么恶心 在并不冷清的街道上 旁若无人 拍完后 我闭了闭眼 转身出了房间 父母刚好回来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头发 嘻嘻 读书是很重要 但是爸妈更希望你有个好身体 对呀 嘻嘻花园的花开了 你要不要去感受一下 鲜活又明亮的爸妈 大手依旧温热 我心头有些酸涩 吸了吸鼻子 轻轻地应了声 嗯 我并没有直接去花园 而是去了楼下的玩具房 安静地站在门口 看着高大身躯里住着六岁灵魂的弟弟 他乖巧温顺地玩着积木 在搭铁塔 想起钱是他的残破的尸体 心里就难受得不适滋味 真好 重活意识真好 家人都在身边 我一定会保护他们的 绝对 三 我在花园里踱步 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距离首富来阶下寻寻只有三天了 这三天我必须找到首富 不能挣大光明认他的原因 不然他回家后就会有足够的资源和金钱对付我们 想到这里我眼睛眯了起来 心中有了个完美的人选 秦廳婉 首富家这儿巴金的大小姐 很凑巧我们在一所学校 她很出名 不仅仅是因为有钱 而是因为她是天才学霸 前世 夏寻寻回到秦家后 将秦家搞得天翻地覆 秦廳婉和他妈妈的下场并不好 看来我们俩有一致的敌人 有了具体的计划后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晚上吃饭的时候 夏寻寻才回来 脸颊不自然地嘲红 伯耿处也隐约地露出了草莓痕迹 她对上我的视线 心虚地扯了扯一领 笑得温柔乖巧 嘻嘻 今天这淮山排骨汤很好喝 我给你尝 我淡淡一笑 好啊 她的演技真的很好 好到全家人没有一个发现 她是白眼狼 因为她费尽心思地 讨好了每一个人 她会在每一次 爸爸应酬回来的时候 准备好饧酒汤 也会在妈妈逛街回来后 帮她捏肩 还会贴心地记住 我每道喜欢的菜肴 这也就是前世 我们全家人 对她没有一点防备的原因 有些 骨子里天生就流着罪恶的血液 四 我站在校门口 心里无比的雀跃欣喜 终于踏进了校园里 这是前世 除了家人遇害后 我最遗憾的事情 明明我就距离考上 心仪的大学 只差半年了呀 十二年的寒窗苦读 却毁于前夕 这次我一定要考上 帝都大学 完成爸妈的梦想 中午的时候 我并没有吃饭 而是去找秦廷晚 她被众人簇拥着 再给大家讲题目 就连老师都站在她的身后 意义生辉 过了十几分钟 她才讲完题 她和同学走出教室的时候 我上前一步拦住了她 秦廷晚 我可以耽误你几分钟吗 秦廷晚抬头看着我 眼神里一闪而过的惊讶 然后转头让同伴先走了 找我有什么事 我直接开门见山 你爸在外面有个私生女 秦廷晚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我以为她不信 拿出了夏寻寻的照片给她看 你看她是不是和你爸爸很像 秦廷晚瞥了一眼照片 不置可否地道 嗯 是很像 我又翻出了视频给她看 别看她长得温柔甜静 像白莲花一样的 实际上心思缜密恶毒 私生活也不检点 秦廷晚接过手机 带着几分不可思议 小声地开口 这道和前世不一样 这一瞬间 我脑袋里好像什么猛的炸裂开了 她抬眸 笑隐隐地看着我 你也重生了吧 我并没有否认 因为我知道她已经是我这边的人了 因为前世 她因为夏寻寻的茶言茶语 多次被被刺 最后开车 刹车失灵 车毁人亡 刹车被动手脚 很显然 和夏寻寻脱不开关系 至于秦廷晚的妈妈 在女儿死后 精神失控从高处坠落 终身瘫痪 秦廷晚对夏寻寻的恨 不比我的少 加个好友 把这段视频发给我 我点头道 好 明明彼此什么都没说 但是都懂了彼此的心思 五 校门口有卖冰糖葫芦的 我买了一个 带回去给弟弟吃 弟弟小口小口地舔着 吃得很开心 眼睛都高兴地瞇在了一起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弟弟乖 以后好好吃饭 按时睡觉的话 姐姐会经常给你带好吃的 他快乐地在原地转圈圈 在外人看来 弟弟是个智障 但是在我看来 他是个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天使 陪了他一会儿后 我就回房间了 坐下来的时候 发现口袋里咕咕囊囊的 掏出来一看 发现是一堆小鸭子 这可是弟弟弟最宝贝的小玩具呀 他可真大方 我轻笑着准备还回去 结果就看到 夏寻寻抢过了弟弟的冰糖葫芦 扔在地上 让他像狗一样的爬着去捡 你就是一条狗 狗只能趴着吃东西 不能用手拿 快叼起来 剑种 傻狗 学狗叫 快 不然我打死你 我顿时气得浑身发颤 弄得推开门 夏寻寻吓了一跳 赶忙伸手拉着弟弟起来 笑得不自然道 刚刚弟弟不小心 把冰糖葫芦弄地上了 我正要 他话还没说完 我一巴掌就甩在了他的脸上 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瞬间他的脸就肿了起来 嘴角又破皮了 他捂着脸 委屈道 西西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又是一巴掌过去 不解气 连续打了七八个巴掌 打得手都发麻了 这才停下来 夏寻寻 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 我刚刚在门口 都看得清清楚楚 夏寻寻脸上慌张一闪而过 也不在乎脸上的疼痛了 开始痛哭流涕 请求我的原谅 西西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刚刚真的只是一时气脑 才口不得言的 以后我不会了 我双手紧紧地钻成拳头 真想就此打死他 可是还不行 还不到时候 凭他一流的演技 爸爸妈妈肯定也会原谅他 不会把他赶走 只要你以后 不再出现在弟弟面前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夏寻寻迫不及待地点头 好 我冷眼注视着他 那还不滚 夏寻寻麻溜地跑出去了 还贴心地关上门 弟弟这时才敢从脚卧跑出来 然后激动地抱住了我 眼角还挂着晶莹的眼泪 虽然他不能说话 但是漂亮的琥珀色毛子里 写满了高兴 我的鼻头微微发酸 钱是他肯定也是眼巴巴的 等我来救他吧 对不起 姐姐来晚了 六 晚上吃饭的时候 夏寻寻讨好的给我夹着菜 爸爸妈妈 今天我们老师讲的作文 饭本是西西写的哦 写得特别好 很有才华呢 妈妈开心的眼睛都眯在一起了 自豪的不行 西西真棒啊 以后当个作家也好 爸爸轻笑了声 调侃道 之前西西数学考了全班第一 你就说西西以后当数学家 他说医生救死扶伤了不起 你就让他当医生 妈妈傲娇道 那是 我们闺女就是那么了不起 爸爸笑咪咪的点头 却不忘一碗水端平 成绩好固然也不错 但是这只是一项技能而已 寻寻也很不错 性格开朗 大家都很喜欢 妈妈也笑着附和 可不是 寻寻性子很好 很讨喜 夏寻寻浅浅一笑 温柔又乖巧 可我却看到了 他眼底的嘲讽和亲面 他压根不相信爸妈说的话 也觉得这么多年 爸妈对他的好都是伪善的 又或者是理所当然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爸妈前来送热牛奶了 这是他们的惯例 先给夏寻寻送完后 就来给我送 嘱咐我们早点休息 以往我都会随口敷衍几句 然后低头写作业 这次我却拿出了下午下 寻寻欺负弟弟的监控 因为前两天系统升级 所以早已经坏掉的玩具房监控 也已经好了 而他压根不知道 所以这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弟弟 你就是一条狗 狗只能趴着吃东西 不能用手拿 快叼起来 剑种 傻狗 学狗叫 快 不然我打死你 视频里毫不掩饰夏寻寻的面目猙獰 爸妈在边上都看呆了 妈妈红了眼眶 我可怜得折折呀 爸爸眉头也凑了起来 夏寻寻这也太过分了 待会儿我就去好好教育他 我赶忙拦住了 爸妈 我都答应了他不说 你们去和他说 这让我以后怎么和他相处 他性格本来就敏感 你们的好意他未必能理解 到时候容易有不必要的麻烦 再说了他已经答应了 不会再欺负弟弟了 我平时有空也会陪着弟弟的 爸妈被我劝住了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 眼里写满了自豪 我们稀稀长大咯 学会了正确地处理事情 了不起 妈妈也温柔地摸着我的头发 语气里也满是骄傲 有了当姐姐的样子了 会保护弟弟了 我重重点了点头 我不但会保护弟弟 还会保护这个家 气 爸妈很善良 也是真把夏寻寻当亲生闺女的 但经过这件事情 他们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但夏寻寻没有注意到 因为他急着去约会呢 前世有了我的告状 爸妈才会棒打鸳鸯 这次没有了我们的阻拦 希望他一定要幸福啊 在街道上遇到他们 旁若无人的拥吻 我赶忙转身走另外一条街 生怕打扰到他们 在校门口遇到检查 一容一表的擒厅碗 我从口袋里拿出校灰 想别上时 却掏出了一堆的棒棒糖 还全是葡萄口味的 擒厅碗轻笑了声 贿赂可没有用啊 我有些无奈的怂怂肩 从一堆棒棒糖里 掏出了校灰别上 轻笑道 我地方的 他知道我最喜欢葡萄味的棒棒糖 擒厅碗从我手里拿了根棒棒糖 小声道 我爸明天就要来捐款了 让小混混和校爸 为夏寻寻争争风吃醋 大打出手 他就不好意思带他回家了 我点头附和 你来搞定校爸 我来搞定小混混 他比了个OK的手势 其实我自己也可以独立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都想拯救曾经的自己 何不联手 一起玩死夏寻寻呢 晚上放学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擒厅碗发来的照片 这角度找得十分不错 夏寻寻仰头看着校爸 而他低头浅笑 要不是我知道 校爸给擒厅碗写了一百多封情书的话 我差点都相信了 清早起床 夏寻寻帮着佣人端来早餐 还贴心地帮我们把鸡蛋剥开 笑得讨好又温柔 嘻嘻来吃早餐了 我勾了勾唇 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委屈求全了 因为下午他就要看到他的富豪爹了 因为长相相似而被注意到 可惜了 谁让我和秦厅碗联手给他准备一份大礼呢 富豪来捐赠 学校阵仗搞得很大 在操场上搞了个欢迎仪式 我匿名给小混混发了照片 配文 哈哈绿毛怪 你女朋友给你戴绿帽子了 校爸赵浩 校园扛把子 你个耸货敢不敢来学校和他一较高下 输了的人就放弃校花下寻寻 刚发完小混混就给我打电话了 确定他收到后我直接关机 然后朝着秦厅碗眨眨眼 他立刻起身去校门口检查守着 一般人可是进不来学校呢 爸 欢迎仪式就开始了 首富被校长簇拥着走到了台上 校长蒙重地介绍着 这位是秦建国先生 我们A市的首富也是大慈善家 这次来也是为我们学校捐赠多媒体教学楼 耗资700万 台下瞬间响起了火热的掌声 有人小声激动道 这就是秦厅碗的爸爸 身价几十个亿呢 特别有钱 真羡慕他呀 不但投胎投得好 而且学习还那么优秀 女神啊 妥妥的女神 是我们高不可攀的存在 夏寻寻脸上露出了极度艳羡之色 酸溜溜道 哼 你们真肤浅啊 钱有什么用 最重要的是内涵好不好 边上人吃笑道 我看你就是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 夏寻寻立刻一正子言道 我现在的家庭虽然算不上很富裕 但是如果真的给我选择 我一定会选择在我现在的家里 我憋着笑 插话问道 寻寻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要是首富是你的亲爸 你也不会跟着他走 夏寻寻犹豫了一秒 但又觉得天上不可能掉下馅饼 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道 那是当然了 从小爸妈和你就对我特别好 虽然我不是亲生的 但是没有你们也没有现在懂我 说得情真意切 同学们都夸赞着 夏寻寻同学三观真的很正美 不爱慕虚荣又很会感恩 他得意的嘴角上扬 他最喜欢当人群的焦点 那我当然是要好好帮他一把咯 开始在同学里广为传播 很快 他就成了大家眼中人品出众 不爱钱财 三观很正的同学 看着他笑得那么开心 我也够了够纯 待会儿就算小混混那边出了点意外 那夏寻寻也不会那么轻易的 就认阻归宗了 至少在学校里 会被同学们的舆论压死 当然 请听完并没有让我失望 亲自带着小混混进来了 夏寻寻 你个贱人居然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黄毛一开口就是王炸 声音虽然比不过校长的话筒 但是周遭的同学们都纷纷扭头来看 他不但不觉得丢人 甚至还有些高兴 觉得威风急了 夏寻寻吓了一跳 王强 你怎么来了 黄毛一把拽住他的头发 就往地上拽 朝他身上就吐了一口唾沫 老子不来还不知道 你给我戴了绿帽子 你个贱蹄子 没有男人就会死 就 夏寻寻眼泪都出来了 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急的 没有 我没有给你戴绿帽子 你先去校门口等我 我放学了去找你 黄毛冷笑声 你还想骗老子 还以为你在学校多清纯呢 实际上还不是发浪 赵浩 你个缩头乌龟 给老子死出来 赶睡老子的女朋友 你嫌命太长了 你个狗打碎 老子今天一定要弄死你 这八卦之火 瞬间点亮了所有同学的热情 再也没有同学听演讲了 全部都回头看 坐在台上的首富 校长 教导主任也纷纷注意到这一幕了 校长拿着话筒大喊 怎么回事 回答他的是小混混高声弄骂 夏寻寻你个贱人 背着老子敢偷人 就在此时 秦廷婉却带着校爸赵浩来了 轻飘飘一句 他影响了会场秩序 你能帮我把他赶走吗 能被女神救助的赵浩 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上前就拽住了小混混的领子 直接把他扯了出去 小混混也认出了他 瞬间眼中喷火 一拳就打过去 很好 从吵架事件上升到了武力事件 我朝秦廷婉竖起了大拇指 他勾了勾唇 笑得明媚张扬 很快老师和保安们都过来了 才阻止住 小混混被揍得鼻青脸肿 不服气地朝着校爸 吐了一口血水 行 算你赢 夏寻寻这个贱人 我就让给你了 校爸翻了个白眼 当老子是捡垃圾的 他这种货色 也就你看得上眼 白送给我都不要 小混混还想说什么 但是被保安强制性拖走了 校爸是来维护治安的 就被口头警告了几句 就放他走了 不过夏寻寻的脸 是彻底丢干净了 他红肿着脸 衣服也被扯得乱七八糟 狼狈又可笑 更觉得是 秦廷婉第六者夏寻寻上台了 让他等活动结束后 公开检讨 谁叫他是学生会主席呢 有这个权限 这不就巧了吗 首富一眼就认出 这个低着头委屈哭泣的女孩 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 眼神都柔和了几分 我有些好奇 压低声音问秦廷婉道 他都这样了 你爸怎么认出他的 秦廷婉讥笑了声 他和他妈年轻的时候 长得一样 而且脖子上有胎记 我眨眨眼 那他妈也长得不怎么样吗 你爸爸眼光不行啊 秦廷婉赞许 你说对了 接着他又补充道 我已经和我妈说了爸出轨 还有夏寻寻的事情 我妈已经开始转移财产了 最多还要一个月就干净了 这不愧是豪门首富啊 财产转移都要一个月才能转完 夏寻寻的豪门梦 是彻底破碎了 我也交换着自己的情报 我爸妈也渐渐知道 他的本来面目了 再添一把火 他们就会彻底对他死心 我们俩满意的相识一笑 十 前世首富在今天顺利的 扔下了夏寻寻 这一事却没有 因为秦廷婉这太过于出色 成绩年纪第一 学生会主席 钢琴时级 被众人夸赞的天才少女 而夏寻寻这个私生女 年纪轻轻就男女关系混乱 还当着全校人的面 把脸丢完了 就在校方准备 对夏寻寻开除处理的时候 首富还是出言劝阻了 小姑娘嘛 年轻的时候 她玩一些也是正常的 再给她一个机会吧 校长自然是给她面子了 这件事情 就是个口头批评就过去了 我问秦廷婉 你爸还会认下她吗 秦廷婉笑得玩味道 不敢公开 但是会私底下 待会儿她就会和夏寻寻谈话了 弥补她这么多年来 对她的亏欠 她说对了 晚上放学 我就看到 夏寻寻从首富的豪车里下来了 回到家 她就开始飞扬跋扈了起来 看到我也不喊了 看到弟弟直接翻白眼 晚上吃饭的时候 拿着筷子挑挑拣拣 嫌弃道 怎么天天都是这些菜呀 都吃腻了 妈妈耐着性子笑着道 寻寻想吃什么 明天我叫阿姨给你做 夏寻寻哼了声 我要吃地王蟹 波士顿龙虾 要用燕窝漱口 爸妈都愣了几秒 倒不是说我们家条件吃不起 但是她这表情模样 让人很不舒服 但妈妈还是好脾气道 那行 等周末了我让阿姨给做 夏寻寻嫌弃道 还要等到周末才能吃 真是小气又空门 爸妈脸色都难看了起来 我回队道 明天就周五了 再等一天怎么了 再说了 阿姨明天的菜都准备好了 临时换菜单 他们做起来也很麻烦 夏寻寻直接放下筷子 一脸鄙夷地看着我 哼 说那么多还不是没钱 既然没钱当初 就不要领养我了 拿着领养我的好名声 赚了不少钱 还假惺惺地说一碗水端平 你们就是偏心 对夏细细更好 我现在也懒得和你们演戏了 我已经找到我亲生爸爸了 他就是首富秦建国 爸爸已经在市中心 给我买了别墅 还请了庸人和司机 以后我就是千金大小姐了 出门都有好车接送 你们别痴心妄想 我会给钱你们的 一毛钱都不会给 他嘚瑟地说完后 就上楼拿着行李箱离开了 冷血又无情 这让爸爸妈妈心里很难受 我刚想安慰爸妈 边上安静吃饭的弟弟 却从椅子上蹦下来 温柔地帮妈妈擦拭眼泪 爸爸妈妈惊喜不已 虽然还很难过 但是好歹有了些许慰藉 我伸手摸了摸弟弟的小脑袋 他乖巧地蹭了蹭我的手 真好 一家人健健康康地在一起 真好 至于夏寻寻 就让他去找秦建国吧 十一 为了防止爸爸妈妈 以后对夏寻寻心软 我把下午校园发生的事情 都说了一遍 乱搞男女关系 和小混混在一起鬼混 逃课 作弊 妈妈这下子不难过了 还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我的手 嘻嘻啊 以后见了他就远一些 品行有问题 爸爸也赞同道 早知道他这样 当初也不领养他了 走了也好 走了也好 我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爸妈虽然善良 但是也不是愉善 夏寻寻昨天下午 在同学面前丢了个大脸 本来羞愧得要死 可在他知道 他是首富的私生女后 自信心又瞬间膨胀了起来 早上上学 拎着个爱马仕的手提袋 脚上的鞋子是LV的 脖子上戴着宝格丽的项链 就差把有钱刻在脑门上了 还挑衅地看着秦廷晚 以后我的包也都是爱马仕 这话别人听不懂 但是秦廷晚听懂了 他轻蔑一笑 哦 是吗 这款入门挤得我家庸人 都看不上眼 你知道什么叫做限量款 走秀款 私人定制和高定款吗 夏寻寻一叶 脸有些发烫 边上的同学林霄 吃笑出声 夏寻寻你这包哪里来的呀 是你那黄毛男朋友送给你的吗 哈哈 笑死 林霄你现在骂人好高级哦 昨天还假惺惺说 就算首富爸他都不要 结果一个黄毛混混 就屁颠屁颠跟着走了 大家瞬间笑成一团 看着他的眼神 也全都是鄙夷和讥讽 夏寻寻嘴皮子再厉害 也说不赢这么多人 狠狠地瞪了一眼 秦廷碗后就进学校了 我这才慢悠悠地 走到秦廷碗的边上 昨天晚上他从家里搬走了 你爸在市中心给他买房了 秦廷碗吃笑了声 就一套把百来万的小公寓 看把他能的 没见过世面的东西 别看着我爸在外面风光无限 实际上钱都是我妈在管 他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那么多 我眼睛一亮 笑也引荡 那他得意不了几天了 秦廷碗挑眉清笑 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他昨天下午把事情办得那么漂亮 我自然也是不能输给他了 把偷拍下寻寻炫耀的短视频 继续匿名发给小黄毛 嘖嘖嘖 绿帽兄弟女朋友好有钱啊 你收一个月的保护费 还不够买他一个包 我要是你呀 就抱住这棵摇钱树 以后能带着兄弟吃香的喝辣的 12 秦廷碗告诉我 昨天晚上黄毛被他爸的保镖教训了 让他离下寻寻远一点 但并没有暴露身份 黄毛本来是怂了 不敢招惹他了 但是看着他如今这么有钱 那自然是不会放弃了 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当天晚上我就在校门口看到黄毛 还以为夏寻寻好歹要矜持一下 亮他几天 结果没想到黄毛就说了几句话 他就笑了起来 原谅了他 果然是山珠吃不了细糠 哪怕夏寻寻有钱了又能怎么样 脑子还是不好使 恋爱脑 黄毛也是个有心计的 为了防止夏寻寻跑 偷拍了他的艳照 开始不停地找夏寻寻要钱 开始的几千 到后面的几万 十几万 只要夏寻寻不给钱 他就拿着艳照威胁 你个臭婊子 要是不给钱 我就把你的那些照片 发给你同学和老师 王强 你这个月都找我要了五十万了 我没有钱了 爸爸都对我有想法了 王强直接一巴掌 甩在他的脸上 晚上我都和兄弟们约好了 去澳门玩几天 没钱你让老子多没面子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晚上要给我二十万 夏寻寻没有办法 只得哭哭啼啼地 给首富打电话 很快钱就到账了 王强一把搂住夏寻寻的脸 就亲了下去 老婆 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 等这次我赢到钱了 就给你买包 我不要你买包 你以后不许再打我了 很痛嘞 夏寻寻亲哼了句 来 老公亲一下就疼了 嗯 这是学校外面 不要这样 好坏 真是随时随地发情的种码 这是我跟秦廷婉亲眼看到的 我嫌弃地收回视线 吃笑道 这真是顶级恋爱脑娃 秦廷婉笑的玩味道 他这段时间要钱这么频繁 爸爸肯定猜到了什么 王强这次很难回来 不过我会派人把他就回来 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我笑着点头 老规矩 你把他放进学校就行 他用手笔画了个OK的手势 第一次这么迫不及待地期待孝庆 班会课上 班主任非常激动地宣布着 这次孝庆的力度 这次会有媒体过来采访 表现好的可以直接去国外深造 首付全额资助 有才艺的同学可要踊跃报名啊 当然也不是强制性了 夏寻寻同学 你单独表演的节目 这下子班子直接闹哄哄了起来 纷纷看向夏寻寻 他得意地抬起下巴 活像一只开平的孔雀 嘚瑟道 老师我保证给你拿个第一名 同学们直接吃笑出声 主要是他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华 唱歌跑掉 跳舞没有天分 难不成施朗诵 结果不出他们的意料 还真是施朗诵 而且还是压轴的存在 这鬼都知道有内幕了 13 校庆前一天 爸妈犹豫地询问我 明天还是把弟弟留在家里吧 我们会录制好视频 带回来给他看 我摇头拒绝 不要 我们一家人少了谁都不行 爸爸委婉道 那你同学 以前夏寻寻 可是不许弟弟出现在人前 说大家会嘲笑他 我坚定道 他或许在别人看来并不聪明 但是在我看来 他是全世界上最好的弟弟 妈妈泛红着眼眶 抱着我说 好孩子 嘻嘻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 弟弟好似听懂了什么 仰着头看着我傻笑 我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瓜子 姐姐会变得更加强大 让所有人都不敢再嘲笑他 校庆当天 学校门口锣鼓喧天 五龙五师热闹非凡 记者和自媒体也纷纷来了 毕竟这次宣传热度很大 优胜者会有丰厚的奖金 和出国留学的机会 台下坐马了家长 我爸爸妈妈坐在第三排 弟弟看见我 开心地挥舞着手里的荧光棒 我也开心地和他们挥舞着手 边上响起夏寻寻嘲讽积笑的声音 嘖嘖嘖 一个傻子你也不怕丢人现眼 我回头看着他 冷笑道 至少我还有家人出席 而你什么都没有 夏寻寻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谁说的 我爸爸就坐在第一排 我似笑非笑道 那你敢喊吗 又或者你喊了他敢答应吗 不过就是个野种 就在这里耀武扬威 真不要脸 夏寻寻瞬间脸都气白了 但也不甘示弱道 那又怎么样 这档节目我是内定的第一名 然后会被送到英格兰留学 真正的名媛贵族学校 等回国后我就是真千金了 身后忽然想起一片吃笑声 勤听完双手还胸 调侃道 是吗 真是期待呀 别看夏寻寻在我面前嚣张跋扈的 但是在他面前却是挺老实的 发了白眼就走了 这就是正排大小节和私生女的区别 很快就轮到夏寻寻的节目了 虽然只是个诗歌朗诵 但是有后台就是不一样 掌声非常的热烈 他迈着模特步 自信昂扬的走到最中间 大家好 我是夏寻寻 接下来我带给大家的是诗歌朗诵 话还没说完黄毛 就从目部后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猙獰又恐怖的笑容 夏寻寻 我们好久不见了呀 夏寻寻吓了一跳 震惊道 你居然还活着 这句话直接刺激到了黄毛 他双目瞬间星红一片 恶狠狠地瞪着他 果然是你干的 你这贱人 你有那么多钱 你给点钱给我怎么了 居然要你爸爸派人杀了我 要不是我扶大命大早就死了 14 夏寻寻后退几步连连躲闪 可是黄毛的动作太快了 一把就拽住了他的手臂 他吓得尖叫出声 救命啊 爸爸你快来救我 不是我做的 都是我爸做的 知道你死了 我还难过了好几天呢 黄毛没有给他多余说话的机会 从口袋里掏出匕首 狠狠地捅进了他的腹部 烟红的鲜血直接涌了出来 夏寻寻疼得哇哇大叫 啊救命啊 杀人了 好疼啊 黄毛扭头看着台下的首富 笑得十分圣人 你为了你宝贝女儿 叫人来杀了我 我就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首富脸色铁青地看着他 但窥然不动 勤听完慢悠悠地开口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爸爸和妈妈就生了我一个 我爸什么时候又生了一个 她是个很聪明的人呢 一直坐在边上安静看戏的 勤听完妈妈此时才优雅的起身 挡在了她的面前 声音温温柔柔的 却质地有声 你出轨的时候就应该想过 会有这个后果 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 剩下的事情你直接和律师谈 说完拉着勤听完就准备走 首富不甘心一把拽住了她的手腕 你不能做得这么绝 勤听完妈妈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我还可以做得更绝 就比如说你雇凶杀人的证据交给警方 首富不敢纠缠她们了 只得放她们离开 黄毛在台上笑得癫狂 哈哈 妻离子散你活该 说完后又挑衅地朝着夏寻寻的身上捅去 这下子 情绪上多的首富再也忍不住了 上台就和她扭打到了一起 这时保安才姗姗来迟地赶来 警察也随后就到 全程我都站在旁边欣赏着这一幕幕 只是可惜的是 黄毛压根没想弄死夏寻寻 随后的事情都顺理成章 首富因为雇凶杀人未遂 被判行了六年有期徒刑 再加上被调查出来的偷税漏税 又加了十四年 刚好二十年 风度翩翩的中年进去 白发苍苍的老年出来 更何况 秦厅晚又怎么可能让她在里面过一天的舒服日子 夏寻寻虽然没死 但是黄毛也是心狠手辣的主 那一刀直接捅在了她的膀胱上 所以她余生需要挂着药带狗活 可这是重富贵病 需要金钱的支撑 于是她卖房卖包 就为了狗活下去 但是这些钱都坚持不了半年 于是她就去找秦厅晚要他们养她 说她是私生女 有权利继承首富的财产 然后被赶出来了 于是夏寻寻指的来找我爸妈 跪在门口使劲的磕头 爸爸妈妈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 错了 你们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想活下去 不想死了 我打开门 冷笑连连地看着她 真不巧啊 早上爸妈刚去旅游 要半个月后才回来 夏寻寻眼巴巴地看着我 哀求道 嘻嘻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地 看着我去死吗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笑得眉眼弯弯 当然啊 不然我为什么要和秦厅晚合作呢 十五 她绝望地从地上爬起来 上前想要掐住我的脖子 原来是你 是你一直在背后陷害我 那我们同归于尽 就在她的手即将碰到我的脖子时 门后的保镖就窜了出来 一脚就把她踹了四五米远 她疼得吐出了一口血 她吓得尖叫 快救我 我要死了 我微微一笑 想死 哪有这么容易 你们把她丢到流浪汉最多的桥洞里面 前世她叫混混 当街轮了我 这一时我就叫那些流浪汉乱死她 这叫礼尚往来 大概半个月后 就在报纸上看到夏寻寻死亡的消息了 比我想象中的要更惨一点 那些流浪汉很多都有精神病下手 根本不知道轻重 大冷天的 你不让她穿衣服就躺着 然后死了 那些流浪汉她被发现 就把她砍成了几节 然后丢给野狗吃 想要毁灭证据 所以最后尸体都没有权 这结果我很满意 勤听完也非常满意 虽然不是亲姐妹 但是经过这件事情 建立了我们丰厚的友谊 好姐妹就应该互帮互助 后来 她帮我找最适合我弟弟上学的学校 让我弟弟接触了校园生活 虽然你弟弟智力发育慢 但也要多接触人 这样才会越来越好的 勤听完拍了拍我的肩膀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 不用怕麻烦 好 我看着弟弟在学校里开心地笑着 心里很欣慰 这辈子看着弟弟快快乐乐地生活 看着家庭和谐 是我最开心的事了